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偏跨界风格的轿跑SOV 所以变成一个两厢车以后 其实除了它的轮眉稍微大一点以外 其他方面并不违和 那这台车呢 现在它的车身相比02降低了50毫米 那悬架的刚度也提高了50% 副车架的衬套提高了40% 在前悬架和后独立悬架上都增加了横线稳定杆 进一步增加了它的扭转刚度 让它的极限更高 操控起来的驾驶感更好 外观方面也能看到有一个新的前运动包围 但是我觉得效果还是有点太低调了 可以再炸裂一些 而侧面呢 有一个宽体的轮煤 但是轮子还是稍微有点往里靠 轮子能再出来一点就更好看了 而轮圈特别给力 现在换上了一个19英寸的锻造铝合金轮圈 换了这个轮圈以后 它的黄下质量降低了10公斤 俗话说的好吗 黄下一公斤 黄上十公斤对不对 轻量化纸非常有必要的 而轮胎直接给你配了米其林的高性能PS4的轮胎 245 40 29的尺寸 刹车也有升级 它现在换了意大利的ITT刹车片 百公里的刹停距离是34米 后面能看到有个特别嚣张的四处熏黑排气 目前这台车你没有看到 官图上那个特别嚣张的大尾翼 据说你后期买它是可以选装的 增加那个碳纤维的尾翼以后 最大的下压力可以增加40公斤 哎呀 真香 车里面也必须增加一些性能元素 现在中控台 挡霸 还有座椅上 都增加了像领克03家一样的奥坎塔尔材料 这种材料好处就 一是摸上去 手感特别好 用在座椅上配合这个一体式的运动座椅 夹角很大 摩擦系数比较高 你高速过弯的时候 身体不至于侧倾的那么厉害 同时呢 像空调出风狗 换挡拨片 以及方向盘的回正标记 都是橙色的 连这个安全带也是橙色的 这就有点骚气了 然后有些朋友问我 说领克连尔hatchback的车机系统 相比传统的连尔有升级吗 那我刚刚问他的产品经理 目前两个月以后 他就会升级成最新的车机系统 据说要比现在的领克01全球版 和领克05还要先进的 那目前我坐在这个主驾驶 感觉有一点不好 就是它的坐姿还是有点太高 即使我把座椅调整到最低 对一台性能车来说 有一点点高了 如果能再低一点就更纯粹了 整体来看 我对这台车还是非常期待的 那目前的价格还没有发布 但是大家可以猜一下 你可以参考一下 领克02的四驱车型 再参考一下领克03加的 入门级车型 那这台车的价格我预计 是17到19左右 到时候我们看一看 总之这台车的出现 令大家非常惊喜 那对于车企来说 它提高了领克的品牌影响力 让车民们有了一些 差于方后的谈资 那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距离性能车的梦想 越来越近了 甚至有点出手可得 喜欢记得分享哦 那这个东西 稳 ile 是那天 首先 有有 相云的